OK 開始了 好 各位同學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使用這一套茶席 所以老師今天會幫各位做一個紀念的拍照 如果有同學願意上來示範 老師會幫你們單獨拍照 那示範的同學全程都是錄影的 那如果你只是想坐在這裡 拿個茶壺做個樣子 老師也很開心同學來坐這個位置 半眼視察師 老師會幫你們拍一張照 然後同時在你們手機上面也照一張同樣的照 代表你上過茶壺課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要跟各位同學介紹 老師會發現當老師在泡茶的時候 老師穿的衣服不一樣 這是什麼衣服 對 旗袍 旗袍來自哪裡 中國 對 大概一百年前的時候 中國人女生都是穿這種旗袍 不管是胖瘦高矮 通通是穿這樣的衣服 那所以今天同學要照兩張照片 第一張照片是在你的手機裡面要留有 你拿茶壺 倒茶的姿勢 第一張在你的手機裡要留著 第二張就是跟老師合照一張 這是中國古典的旗袍 你們以後如果有機會泡茶 你看今天威廉穿的叫什麼 男生的衣服叫中山裝 然後看到威廉穿的這個是比較中國 Chinese就是感覺是比較中國風 Style OK 好 那我們今天有同學要上來演示 所以在威廉要上來演示之前 老師再把24行查法說一次 那每個同學順便複習一次 那等一下威廉可以帶著你的notebook上來看 你可以一邊看一邊做 然後老師今天要泡三峽碧羅春給大家喝 然後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把握時間 照兩張照片 就是泡茶的照片 還有跟老師的旗袍合照的照片 因為下禮拜老師就不會穿這麼正式囉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複習 二十四行查法來 同學把你的筆記打開 我們二十四行查法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 從靜態到動態 好 靜態是老師都準備好東西 這是老師在等待 動態呢 就是我開始磨動位置 擺放整齊 然後把所有東西慢慢的移好位置 該放在哪裡的都有固定的位置 好 再來第二個動作呢 背背 背背 對 客人有幾位 老師就要準備幾位 那老師通常是假設我前面有六個客人 所以我會放六個杯子 那像同學這麼多 老師就放在一盤這邊 我都為你們準備好了 只是背背 再來呢 換你們告訴我 溫糊 很好 溫糊 溫糊 我們要溫糊 所以我們等一下老師要到外面去直接裝開水 因為同學們泡 老師怕經驗不夠 所以也怕你們燙熟 所以老師要讓茶溫一點以後再給你們泡 好 那老師先去裝茶 回來繼續講 好 待會我去裝 老師我來裝 你來裝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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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